是的 好 欸 為什麼沒有 對啊 尷尬 出來 雖然名為105天 30個城市 9個國家 但是我想先從一剛開始 自己為什麼有這段啟程開始 那而且時間是15分鐘 所以我盡快 因為裡面有幾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對 其實自己就是曾經答應過自己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就是答應過自己 要去外面看看這個世界的一個念頭 但是呢 拖 沒錯 欸 本身是學藝術相關很愛拖 然後 對 2010年的時候自己是藝術行政 那時候會覺得說 很想去英國讀藝術行銷之類 可是覺得好像沒有很確定 那再來就是 2011年在那個 本身在 就他知道好秋在哪裡嗎 對 就是那個 就是還蠻 我很喜歡那個空間環境氛圍 然後那時候想去芬蘭當社群營造志工 那有個單位叫ICYE 他們就是在國外做長期志工的一個 平台 那他的期間是最少要半年 可是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那我說 那我想要怎麼辦呢 可是過著過著就 過了三年 2012年25歲的時候覺得 天啊25歲不是女生的一個抗爭嗎 然後我就覺得 再不面對現實的話 就是會來不及 所以就開始想說 25歲前後的一些迷思 就開始亂想 你知道喔 女人最愛亂想的 然後 女性開始老化 或是要開始存第一桶金嗎 還是說 可能自己有重疊到 就是我清楚 我要補未來的走的方向是什麼 或是說 欸你是小姐阿姨了耶 你不是妹妹了耶 然後 然後還有理財 然後未來應該要如何如何 或是說 社會是怎樣看待你25歲一個你這樣 那還有就是 欸有打工度假嗎 一堆question mark 一直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 那些雖然重要 但是我覺得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是當時的我 最重要的事情嘛 就一個問號 那我在想 其實 我需要的是一趟 他們關於就是探索 和重新開始的旅程 然後我覺得 就是這四個字 就是發現自我和我成為我 是我覺得這趟旅程 呃 一個方向 所以就是自己的承諾 加上gate monster 就是控擋月的部分 所以呢 就是放膽衝撞世界吧 如果現在在座的年輕人還沒有 還還 就是對 我蠻鼓勵年輕人就是 就是放膽去做你 everything you want to do 這樣 呃 而且我覺得說 其實不論在什麼時候啊 你找到一種方式是 讓自己可以知道 自己真正成為自己的一個模式 就是讓他自己去慢慢練習 然後去打成真的自己的樣子 耶 對 然後 而且我蠻想要透過旅行 來打開完全的自己 對 就是這樣 完全是我 對 一個 對 就是 真的看得還蠻震撼的 對 然後而且那時候會覺得 想盡辦法就要求做你 所以就是要 會覺得有一種已經 你沒有退路了 就是你要義無反顧 就去 賭這一次籌碼 因為你 不可能有再下一個三個月的時間 讓你這樣控著這樣 所以我覺得 呃 一般人都是空檔年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我覺得 這空檔月對我來說 是一個 呃 已經人生活到四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的一個成長 那 其實 這一次也算是我第一次 和外國人有就是合作的機會 就是去冰島參加Visual Art Workshop這樣 那 等一下會有一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那個成果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這四個詞 是我這 就是 一百多天來一個 感受蠻多的 就是 探索 自由 孤獨 和 everything is possible 這是可能的 就沒有不可能這種事情 除非你不想要 對 那這個話是有一個 有一個 旅人叫傑克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不知道 他就說 做你會發現自己的力量 那時候是聽到 他這一句就覺得 我天哪就是 對 是 對 就是 退真的會做不出來 就是可以做到自己要做的 對 起承吧 影響未知的未來 Jump 然後就開始了 就是我的一個schedule 就是 結國家的 對 然後這個 這是我畫的曼陀羅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曼陀羅的話 我就把 每個國家 就到最後我 旅程結束之後 就是做一個代表性的 像是Logo這樣 而且我還非常感謝支持我的父母和親友 因為我媽都說 你一個女孩子欸 可是當下我非常不孝順的說 女孩子又怎麼樣 超不孝順的 但是就是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這樣 恩 感謝所有 然後 而且我覺得國外啊 就比較漂亮一點啦 就比較漂亮一點 一點 對 那就是 喔天啊 我已經十分鐘了 好趕快 就是精選集 就我特別把這個旅程中 我覺得十個還蠻不錯 跟大家推薦 而且我真的覺得 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覺 因為 未知總是會帶給你一些 很amazing的驚喜 我還蠻喜歡的 對 像這個 這個是 那時候去英國的愛丁堡藝術節 那這個藝術活動就是 呃 他 他算是個 互動式的行為藝術活動 然後 你 參與者其實就是一個 藝術品 然後他的那個大地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舞台表演 那先看影片好了 看一個 其實這個部分啊 就是 我們就會處著 登山拐杖 上山 就像是一條一條這樣的 光點一樣 那這些是 呃 當地的表演者穿著身上很多燈泡燈光 從山上往下看會覺得 哇 大地化耶 非常酷 這個活動式算是 那時候 第一次在世界 有這樣的展出這樣 這樣 還蠻特別的 對啊 我們就這樣登山 大家就處了那個拐杖 然後登山 有看起來像是 夜光的那個 蜈蚣之類的 還蠻酷 那我這邊有一些資料 大家待會可以看 嗯 好 下一步 那還有這個是那個 英國的 Bristow這個城市啊 我那時候是因為有個朋友說 欸 如果你喜歡 塗鴉藝術的話 那請到Bristow 那很剛好 我就聽了他的idea 就去了 然後剛好 是這個一個叫 Sea No Evil的 街頭藝術的那種 塗鴉大祭典 我覺得哇好high喔 欸 右上角是我畫的 結果真的很多小朋友在畫 但是我還是覺得 硬要擠上去跟他們畫這樣 對 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畫畫對我來說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然後還有這個 在芬蘭赫爾新一 我也是隨便亂逛 然後逛到這一家裡面 都是全部都古董 然後老闆娘很開心 就拿了 老鼠的木乃衣 跟我說 你看這 就他很開心的 就介紹 他說 嗯嗯嗯 謝謝 對 就這個好像 就搜尋寶 感覺很棒 喔還有這個是 Demar的Oddens 是安徒生的故鄉 很不錯 是因為當天 很幸運的 博物館都沒開 是因為 這位女 這位女士 是阿根廷很有名的作家 然後 那左邊那個 帶在金項鍊 那個是Oddens的市長 那為了接待這個 這個知名女作家 然後還安排一些 那個演戲的角色 那個演出 那個安徒生他們的 一些故事情節 這樣 天啊這也太巧了吧 真的是很巧才會遇到 那就是假扮安徒生 喔 那大家不知道 Air Guitar 空氣吉他 因為那時候我會覺得 天啊人生 就既然那段時間 在芬蘭的話 那一定要去看一下 然後我就參加這個 Air Guitar 然後覺得大家很crazy 那我一段影片 我錄錄的 他得到第二名 就別人很開心 對 超到位的他 就是很到位的一個傢伙 是一個美國的18歲的男孩 就是很high 對 那 喔我聽了剩七分鐘好緊張 胃痛 等一下 這個媽媽我想特別講 這是因為我覺得 在國外就是有一種 無比的勇氣 這張照片 這是我現場拍的 但是在這之前 我是因為在圖書館看到這張照片 我就覺得天啊我一定要去現場 然後我就 我就發了那個內頁 發了 我就email給這邊的建築師說 你可以告訴我地址在哪嗎 然後建築師又回信說 就地址在哪 然後我真的找到現場 我就覺得天啊 就是覺得好像 真的 真的從書裡面到你現場的感覺 那個過程我覺得很high 就是你看到現場 這其實是個華人住的房子 我有看他們家的那個門牌號碼 對 就很high 這個也是我突然走走走走到的 那 你不覺得在房子裡面種樹 是個很不可思議的一個畫面 那我還蠻喜歡的 對 時間也關係 再講快一點 對那時候我去爬這個聖壇眼 對那時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hitchhiking 就是覺得 他們人真的好好 我都落淚了 就在雨中0個15分鐘 然後終於有人要停下來這樣 對啊 然後那時候去冰島的一個 我覺得 這好像冰塊的海灘很特別 還有冰河 就覺得現場真的下巴都掉下來了 那 這個是 我的一支影片 就是那時候我們 結束冰島工作營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present這樣 對這乾淨其實就是 先讓大家知道我們這個團隊在冰島做了一些 就是發現冰島有些 不一樣的風景 就是我們自己 這首歌是那個Sig Rose的Oddence Oddence 我非常喜歡 Oddence Oddence 你大聲 對就是我喜歡一個就是街頭的一個活動 抽到 Love you就要跟誰說Love you 或是 之類的 Dancey 沒有誰 4分鐘 4分鐘 剩4分鐘了好緊張啊 這其實網路上有 嗯 那還是說就是之後可以 就是貼在 就是臉書上 大家可以那個看 就是可以先跳下一個 好了 嗯 那還有就是看到人生第一次激光 一直看到兩次 就是還蠻感動的 就是 會真的覺得大自然那個 力量和奧妙實在很偉大 然後這個是在 剛剛有人說要去奧斯陸 這是挪威奧斯陸的 嗯 一個滑雪跳台 我覺得晚上拍起來很漂亮 很像是一個 就是恐龍 就很漂亮 對我覺得 其實不管你在哪個年紀都可以 就是不管你三十十歲 二十歲 五十歲 六十歲都可以做一個game month 只要你願意 對然後我回到家庭的時間的時候 爸媽我活著回來了 就是 明年就是有 有活著回來 就是我覺得這樣跟我爸媽說的 那 OMG這什麼 就是其實回台灣後的一個衝擊就是 我真的很愛台灣 我不會因為台灣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真的超愛台灣 我只要認識外國人 都把台灣的一些介紹影片 就是分享給他們 因為我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希望他能夠來這樣 然後關於台灣的理由 因為之前去年 我在小小廚房辦一個分享會 那我就有一個 算是聖誕節的前夕的一個party 然後所以就是 就問大家說 你們想要 如果要給外國人送 送禮物給外國人的話 你們想要送什麼 然後就有人說 欸我不要送頭皮按摩器 就是 大家跟我這個東西 對 對很妙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你看筷子使用英文教學 就是 對就是 然後還有 威力炸醬麵 他就說 你看外國人都煮義大利麵 我們叫威力炸麵一泡下去 喔天啊就是 非常不錯 那我今天有帶七一五架巧克力 在後面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 膠油的一個不錯的candy 還有那個 那個鮮紮梅 大家不知道 棉花形狀那個 那個也還蠻道地的 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喔天啊我緊繃了 等一下 就是我覺得主要就是 就是讓台灣人的人情味 是被世界看見的 就是我覺得 呂湖中和人交流的說話 我覺得最珍貴的其實是 你在對方跟對方交談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覺得那樣是非常感動 那個感動是你 到現在都還會記得的 而且一個人旅行 我覺得 那種說相信就會發生 就你 一個信念你 願不願意去做到 你真的是 深信於 這個經驗就真的會發生 trust your instinct 真的 喔這是我13年好朋友寫給我 我覺得還蠻感動 就是 相信自己勇敢前進 你就是那個有力量 我覺得這句話 就可以送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當時被他 鼓舞的還蠻感動 我覺得是時候 跟自己約定一趟 單人旅程 而且就是可以啟程 這樣不管是在台灣還有哪裡 那 這邊是有最後一支影片 也是一個ending 這是我在國外 的 一些跟大互動的一個 呃 這些人對我來說 蠻多護士的 然後這首歌是 贖命的我們的約定 這個太太我送了一張 all you can eat 的 coupon 券 因為她幫我很大 就是這個女孩 就是這個女孩 左邊那個Lia她推進我去那個 Bristol 然後我就剛好遇到那個 年度的 塗鴉藝術 這是芬蘭的媽媽 在下禮天主動關心一個 一直在拍花的女孩 這個女生很厲害 她是台灣女生 在舞蹈系 一畢業她就去參加那個 愛丁保佑藝術節的那個 Fringe 組團Fringe這樣 所以她在這裡 這個我讓我很感動的是說 這個太太當我感謝她的時候 她說 oh it's my pleasure 就喔哇可以 這樣的很溫暖的回應妳 對 儒惠人是很溫厚 很關心妳的 那我是去住別人家裡 我覺得天哪 英式的居家是非常的 哇 很像坐在IKEA裡面 對她叫Bini 是一個美國德州的記者 然後她是為了她朋友 辭確爸爸的圓夢 然後才來丹麥 然後這個女生是 但是她說 欸我國家沒有在妳的地圖上 欸 然後她又另外標示 對 然後就是都遇到兩次的男孩 這也是一個台灣男生 對 台中人 對 台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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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人好笑 台中人好笑 好笑 對 剛剛那是韓國人 他們都要開明書 喔這個先生 他是那個 芬蘭設計 輕軌的設計師本人 然後那時候 Open Studio 我有去 我覺得他是個非常 很親近 而且我們 還有 現場還有放Lavis 因為Lavis當初的採訪她 我就覺得 喔 那種感覺很棒 對 在那個 湖區Lexa的最後一晚 就是跟他們聊得很開心 然後這個是加拿大紀錄片女導演 她在分享說她在拍 移民 移民的一個劇情 那這個是 我投放那瓶酒啊 是這兩個男生 他根本就是 要去其他國家 沒辦法帶走 他說那就 那就讓你帶去吧 他上面都有寫大家的Facebook帳號 你就是透過酒來交朋友這樣 對 然後最後一道 從丹麥 從瑞姐到丹麥 這聲音可以大一點沒關係 對 喔這是我第一次人生跳舞 的旁邊 對 這些伯伯們都很親切 喔這是 這時候是那個拍 那個 冰島工作營的夥伴 你看到台灣人 真的是在冰島 看到台灣人就覺得快落淚了 因為他是我們下一批的志工 對 然後就是當天我們就是要離別了 絕對會再相聚 對 可以 可以 就是未完待續 這是我那個在冰島的project 就是 對 我覺得會再延續這個部分 就是只要 擁有這三個東西 我發現我好喜歡拍人像 那個眼神很肯定的看著你 勇氣和夢想 還有一個 成為自己的我 就當大家找到自己 而且成為你想要成為的那個自己 就要記得按自己的約定喔 不能忘記 好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小廣告一下 就是那個 欸 後面 各位的右後方 就是有一個那個 就是 女生被切一半的那個東西 那是 因為去年是 芬蘭首都世界設計之都 然後是海報 然後大家可以跟他拍照 我覺得他系列都還不錯 那剛剛是不是有一位想要去聖誕 跟聖誕老人拍照 是哪一位 我有跟聖誕老人拍照 我有帶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可愛的莫名 就是芬蘭國寶 對 可以交流一下 好 謝謝 謝謝